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长平副教授就相当于一个老妻子的教授 也就是说我们天学教授尽管连续很新 但是学术已经著作已经产生很大的影响 我们天学老师无学除掉担任的哲学系的外国哲学研究所 外国哲学教授主任之外还担任古典学中心副主任 他毕业于比利斯鲁文天理教大学 在那里取得的哲学博士学位 这些年他一直很关注古代与中世纪的哲学研究 尤其关注的是包括道德哲学这方面的研究 今天他今天的讲题就是配胎身体与增年 我是北京大学科学技术哲学教授人士的周成 下面我们就有请天学老师来给我们做报告 大家欢迎 非常感谢周老师 我也很荣幸有这样一个机会 来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这个 胚胎和人的尊严问题的思考 就像刚才周成老师已经提到的 我稍微修改了一下我的题目 那么是因为在准备这个讲座的过程中 我想可以把身体这个因素更明确的提出来 这样或许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我在这儿 想要讲的内容 首先要说明的是 就是说我自己的专业主要还是古代和中世纪哲学 只过这些年也对一些当代的哲学话题比较有兴趣 尤其是前沿科技所带来的伦理挑战 所以稍微也做了一点关于机器人 特别护理机器人的研究 还有一个就是过去的一年我在博古瑞的中国研究中心 做访问学者 那么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涉及到配胎干细胞所带来的 配胎干细胞研究所带来的伦理挑战 所以今天的一个讲座也是我过去的这一年自己开始一段的学习和思考的一些很初步的成果 那么所以也非常希望能够听到大家的批评 帮助我把这样一个话题更深入的推进下去 好 那这个PPT可能没有从头开始 好的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内容呢 大概包括这四个方面 首先我会简单的提一下这个在生命论理学当中关于尊严的讨论 那么我们会发现尊严这个概念被广泛的使用到我们的日常话语当中 尤其是在涉及到我们的这个权力受到侵害 或者我们的权力发生冲突的时候 那么人们常常会诉诸尊严来为他自己的这个权力辩护 但是呢我们会看到这些广泛使用的这个尊严的这个话语 那么他往往会产生冲突 甚至是在一些论战当中 那么立场截然相反的双方都会说自己是在捍卫人的尊严 那么有些时候呢这个有些学者也会因此批评尊严本身是一个含混不清 甚至是混乱的概念 那么我们今天的伦理学或者是政治哲学的考虑 应当抛弃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一开始会提到这样一个纷争 那么呢我们会看到这样一种对尊严概念使用的批评 其实也并不是什么这个新的论调 那么至少可以追溯到比如说像苏果华对于康德哲学的批评 所以我想这就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 我们需要回到这样一个哲学史的传统 我们来看尊严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它是如何被使用的 然后我希望展示的是说在尊严概念的批评者看来 它所呈现的是这样一种混乱的彼此冲突的样态 但如果你去深入它这个概念发展的历史 以及这个概念内部 你就会发现这个它所展现的其实是尊严概念本身的功夫性 当然我们的目的是要在这样一种对于尊严概念的丰富的用法当中 去寻找一种特殊的理解 让它能够更好的为我们今天关于权力的纷争来进行辩护 所以在这样一个哲学史梳理的基础之上 我想会进行一点关于尊严概念本身的分析 那么在这里面 我希望能够向大家揭示出身体这个要素 对于我们理解尊严的重要性 然后在这一次讲座的最后 我会重新回到这个生命理学的讨论当中 那么就以胚胎干细胞 特别是人类的胚胎干细胞研究为例 那么看一看我们这样一种新的对于尊严概念的理解 是不是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 厘清当下有关胚胎的道德地位 胚胎权利的这样一些争论 所以今天的这个讨论呢 它不完全是一个应用伦理学的问题 我也希望能够借这个讲座去思考一些很基本的 涉及到所谓的应用伦理学的方法论的问题 也就是说我们作为哲学背景的这个思考者 怎么样来进入这种具体的伦理 当下的伦理学的纷争当中 尤其是我主要是利用一些哲学史的思想资源 那么我也希望能够稍微展示一点 这已经过去的这种历史思考 是不是还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启发 好那么大概先讲这么多 我们就从头开始 第一个部分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尊严这样一个话语的使用 我们会看到在刚才我所提到的 那么不仅仅在那样一些伦理学 政治哲学的这种争论当中会看到尊严 那么在我们的日常语言当中 我们也会大量的使用它 我们会去非常愤怒的谴责 那些践踏人类尊严的行为 不管它是出自某个人 某个机构 还是某个国家 同时呢我们也会非常的 向往一种有尊严的生活方式 那么在这当中 当然你也会注意到这个尊严它在这两种情况下的用法是有差别的 一种有尊严的这个生活方式 显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生来就可以享有的 对吧 它需要通过付出一定的努力来得到 而且在有些人看来这种有尊严的生活方式不仅仅需要你物质上非常富足 而且也需要你有非常崇高的这个道德品质 有一定的道德成就 那么才可以实现 但在前面我们会谈论那些被践踏的这个尊严的时候 我们会更关心的是一个人仅仅因为他是一个人就享有的权利 和作为支撑着这些权利的他的一种内在的价值 这个时候我经常会认为一个人不管他是什么样的性别 他是执宗 他是什么样的姿色 他的社会地位怎么样 甚至不管他是一个这个圣徒还是一个罪人 他都有一些权利是不可以被侵犯的 那么这时候我们认为尊严为这些权利奠定了基础 那么这样一些我们日常的谈论当中的这个尊严 其实进入我们的话语也是一个比较晚近的事情 就像大家在这张PPT当中所看到的 那么1948年12月10日 联合国大会所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 被看作是一个米城碑式的事件 那么在有一些这个研究者看来 是自从这个宣言发表以后 那么尊严就作为一个法权概念 就为我们的权利奠基 说明权利合法性的这样一个概念 进入人们的视野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会看到在他的序言当中 他就非常明确的强调 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 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 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 那么他当然是在二战结束的这样一个背景 叫在人类的这个尊严和价值 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的这种阴影当中 那么要为重建这个人类秩序 所做出的这样一个宣言 那么在这当中 他要去寻找一个未来的人类社会 得以和平的根基 那么尊严就被这些与会者 选定为这样一个核心的概念 所以他的第一条就非常明确的说 人人生而自由 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 他们富有理性和良心 并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 所以在这个地方 他就非常明确的肯定了 刚才我说的 所有的人都享有的 不需要你通过努力 去获得的这种内在的价值 那么这个被看作是一切的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 在这次大会上 那么这个宣言是没有一张 反对票的 大概是有八张七权表 还是几张 那么是一次通过的 而且在这个人权宣言形成的过程当中 中国代表也有非常实质性的贡献 那么大家会看到 这个宣言的九位起草人当中 就包括了这个张鹏春 而且在后来 这个会议的主席 罗斯福夫人 他的会议当中 他说这个 张鹏春作为副主席 是非常实质性的参与到 人权宣言的这个撰写 和讨论当中的 尤其是在 比如说在第一条里面 提到的这个良心的概念 那么在英文当中 他是conscious 而当时张鹏春就认为 conscious这个英语概念 能够很好的传达 主家传统当中的人 这样一种美德或者是品质 当然他这个翻译是不是恰当 我想大家可以自己去思考 但是我想他还是独立 把他所理解的 这个东方传统的 对于人的价值的考量 放在了良心这样一种 我们基本的道德认知能力当中 那么把它写进了讨论当中 当然还有像对于家庭的 这个强调 大家都会看到这一点 所以在这个之后 我们就会看到 在很多国家的这个宪法当中 都会把尊严概念纳入进来 尊严出现在 近代国家的宪法 要比这个要早 比如说最早大概是墨西哥的宪法 然后在著名的魏马宪法里面 也会提到尊严 但是他们并没有像世界人权宣言那样 把它作为一个核心的奠基性的概念 这个地方有一个统计 那么这个尊严一直出现在 157个国家宪法当中 占今天联合国成员国总数的81% 那么我们自己的宪法也不例外 一共出现过三次 这里面一次是强调 要维护宪法尊严 一次是说要捍卫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与尊严 最后呢 他也会提到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 不容侵犯 那么这些尊严的用法 我们都会在后面的这个语境当中 再进一步的来看 但是应当说 在这个宪法当中 最能够体现尊严崇高地位的是德国宪法 那么也就是过去的联邦德国基本法 那么他在49年5月份的时候颁布 那么我们看到 在他的这个宪法的第一章 第一条里面 他就非常明确了表达了 对于尊严的这样一种 奠基性的宪法原则的肯定 所以他说 人的尊严不可侵犯 尊重和保护人的尊严 是一切国家权力的义务 所以在他看来 国家权力的合法性 是来自于他对于尊严的捍卫 而且国家权力的使命 也在于这个去保护人们的尊严 如果一个国家的不能够保护 他公民的尊严的话 那么至少根据这个联邦德国的这个宪法 他就失去了他的这个效力 那么第二条呢 就会把尊严和人权明确的联系 他说德国人民信奉 不可侵犯的和不可转让的人权 是所有人类社会世界和平和正义的基础 那么第三条呢 是强调以上两条成为以下的 所有宪法原则的根基 那么在这样一种 有关尊严的政治和法律的背景之下 我们也会看到尊严的话语 进入我们的伦理生活的其他 伦理和实践生活的其他领域 那么很多学者都注意到 在过去的50年 尤其是最近的二三十年当中 那么有关尊严的 最主要的争议 都是在生命能力学的领域 那么其中一个非常有标志性的事件 是当时布什任总统的时候 那么他组织的这样一个 咨询委员会 他们呢 他们在针对这个克隆技术所提出的报告当中 就非常明确的把尊严写到了标题当中 后面我们会看这也会引来了激烈的批评 那么这些激烈的批评就导致到了 2008年的时候 那么这个委员会的一些主要成员 就邀请了当时的非常重要的一批学者 包括像什么Luce Paul 还有像Daniel Delatt 这些甚至不是专门做这个伦理学的 加入到关于尊严的讨论当中 我们也会看到这些尊严会涉及到生命伦理学 几乎各个角落 比如说关于生命开端的时候 就会有我们后面会注意到的 对于胚胎或者胎儿的道德地位的讨论 那么需要思考他们是不是具有完全的尊严 应当受到尊重 当然也会涉及到他们的一些基本的权利 那么当我们的生命出现了这个故障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需要去就医 这时候我们会谈论病患的尊严 而今天的这个前沿科技 它以这个不可思议的方式 在改造着一切 包括我们自己的身体 那么在有些人看来 这种不自然的这个方式 也是对人的尊严的一种侵犯 最后我们会看到有著名的这个关于尊严死 对吧 有时候也会读到这种有关死亡的尊严的争议 那么一个个体是否真的理所当然的拥有 他选择死亡的权利呢 那么我们会看到有不同思想背景的 那么会有不同的这个答案 但是就像我在一开头所说的 在这些生命论理学关于尊严的讨论当中 经常那些这个意识形态完全不同 价值取向有着根本差异的对立的商方 他们都会以不同的方式来引用尊严 为他们的立场辩护 非常出名的是在美国有关堕胎的这样一个争议当中 那么我们都知道 他会分为两大基本阵营 对吧 一方是叫做这个pro-choice 那么是捍卫选择权的 当然是首先就是捍卫这个怀孕的妇女 她能够自由的决定她的这个胎儿未来命运 她的这个胎儿未来命运 以及她的生活方式的这样一种权利 那么另一边呢 也有这个被称之为pro-life捍卫生命权的这样一些人士 那么她会认为 刚才我们提到胎儿的这种道德地位 那么是与人相似的 有些人甚至非常极端的会提到 我们的生命从受孕的那一刻开始 那么在那一刻她就是一个完全的人 所以应当享有和一个人同样的这样一种权利 所以这时候她会强调的是胎儿的尊严 如果前面在捍卫的是一个妇女们能够 以自己的选择决定自己方式的基本尊严的话 关于人类增强也有类似的这种争议 那么一些超人类主义者 他们会认为我们引入这些前沿的科技 改造我们的身体 可以使我们更好的去对抗疾病和衰老 那么使人类的生活摆脱这些负面的影响 难道不是在让他们过一种有尊严的生活吗 当然有些甚至认为我们还可以战胜死亡 但是另外一边就像刚才我说的 他们会认为这种前沿科技对于身体的介入 甚至被他们看作是一种侵犯 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这种存在方式 所以他侵犯了人类作为一个自然物种 应当有尊严 那么关于刚才我提到关于死亡 也是有类似的争议 一边是在捍卫那些陷入痛苦当中的病患 他们来捍卫自己最后尊严的这种权利 另外一边当然就是会强调 人对于自己生命的这样一个基本的义务 如果丧失了这种义务就没有尊严 后面我们会看到这样的主张会出现在一个 大家可能不太会想到的哲学家生长 那么显然在刚才的这些讨论当中 尊严的概念是不清楚 甚至是很可能是包含着内在的矛盾和冲突的 所以我们会看到在02年的报告发表以后 在03年有一篇非常出名的文章 是美国的一个生命伦理学家叫麦克林 他写的实际上是一个社论 给他的这个杂志写的这些社论里面 标题就非常明确的说 尊严是一种这个无用的概念 为什么呢 因为他说诉诸尊严 要么是对其他更为精确的观念的重新表述 要么是对这样一个主题的理解 毫无注意的简单口号 你就不光在喊口号而已 那么什么样是更精确的概念呢 在他看来就是我们对于个人的尊重 对于人的自主性 奥特勒米的尊重 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尊严当中 唯一有信息和有价值的东西 他的这篇文章只有两页 但是引用率非常高 我看那个Google Scholar上应该是有一千多了 就在这个领域还是很高的了 但是我也想在这个地方稍微吐槽一下 就是说如果你去看这篇文章 其实质量是非常 也不能说非常差的 这是非常平庸的一篇文章 如果你单纯只凭他的这个影响 引用率来判断作者的水平的话 那么显然是非常糟糕的 那么麦克林的这种态度 也出现在一个大家会更熟悉的科普作家 哈佛大学心理系的 Steven Pinker的这个主张汤叨 他给那个新共和写过一个 也是类似于这种评论性的文章 那么他直接说尊严是一个愚昧的概念 愚蠢的这样一种概念 他是一个连连呼呼的主观概念 一点也配不上道德要求赋予他的重量的地位 当然很遗憾 就是如果你从正面来看 他的最后提出的立场 跟麦克林也差不多 就是他完全可以被个人自主性取代 我想我们后面的这个 哲学史和当代概念分析的考察会说明 他不能被取代 但这并不是我在这儿还要想提到的 那么我想说的是说 这种批评其实更早就出现在苏文华当中 苏文华在他的这个论道德的基础 这样一个长文里面 他就提到他说 人的尊严在康德之后 成为了所有无头的头脑空空的道学家的 层次烂量 那么所以他们的这种批评 几乎这个方向都是一样的 就是说尊严作为一个概念 那么没有清晰的界限 对于我们的这个思考 是没有太多的帮助的 那么在这当中 我们也会看到康德被作为一个很重要的目标 提出来 那么如果你回到康德关于尊严的讨论 你会看到在他之后 还有这个斯多亚派传统 尤其是通过西赛罗所传承的这样一个主张 所以我想这也给了我们一个契机 那么去回到尊严这个概念的历史 来看一看 那么他在不同语境当中的用法 我们今天日常语言当中 尊严的这些千差万别的用法 都可以在哲学史上 找到他的这样一个前身 当然我要稍微说一点的 就是说在这儿 我希望我只是做一个 简单的这种哲学史考察 那么我并不是特别的关心 这个概念本身 他的流变和他对不同社会的影响 以及他们之间的关联 那么我只是希望能够 从一些经典的和一些 媒态受到他应有关注的这些文本当中 去寻找一些我们今天的 关于尊严的思考 可以重新出发的起点 当然我也需要澄清我们的一些误读 好 那么 首先我想稍微简单的提到的一点是 尊严在我们现代汉语中的用法 那么中文的尊严跟日文同行 但是我查了一些词书不太确定 它是不是从日语再重新引入到现代汉语当中的 但是在我们的这个古代的文献当中 你也会找到它 比如说最早的例子是出现在寻止之事当中 尊严而淡可以为师 所以这大概是师到尊严比较少的这样一个说法 那么你如果庄重威严能够让学生害怕 就可以当老师了 所以你会看到这样一种尊严 它是和你的这个职位 你的特定的社会功能 那么联系在一起 这个用法当然也很重要 但是它并不是一开始 我们在谈到权力的时候 首先关心的那个为权力奠基的这样一个尊严 那么这样一个概念 这样一个尊严概念 其实你在古希腊语里面 也找不到一个严格的对等词 Axio Mata大概是或者T-mate 这两个词是经常会被人提到的 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找 但是我想说的一点就是说 他们找不到对应的概念 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不关心尊严 对吧 你比如说你看和马史诗里面 他们很多对于英雄的荣誉的关注 那么在那背后也是对一种崇高的尊严的关心 而且有一些地方也会提到 人相依于其他动物的那种最基本的价值 或者叫尊严 好 那么古代的传统里面 最值得一提的还是 我们会看到在它丰富的这种 这个修辞和哲学著作当中 包含着古代关于尊严的不同的用法 首先是它会和这个词的这个词源联系在一起 那么拉丁语的Dignitas 它可能是源自Dekusi 那么是就是你的一种优扬 特别是你的一种端章隔体的表现 那么是和你的行为举止联系在一起的 所以西塞罗经常会说 他所追求的这种目标 就是一种有尊严的闲事 当然就是特别是能够在阅读思考当中 那么所获得的这种快乐 那么这种尊严被他看作是一种理想 当然这种理想 更多的是和那些贵族联系在一起 所以这个地方说 我会强调地位之间的关联 那么再比如说 他举的这个对于正义的界定 那么他说正义是这样 是一种分配性的这样一种美德 那么他要在保证共同利益的时候 保证每个人得到他应有的尊严 跟他的地位相似的这样的尊严 不过和这种拉丁语日常的用法 不太一样的是 西塞罗也会受到斯多亚和他那个时期的 这个罗马道德哲学的影响 那么他会认为尊严会不仅跟社会 而且跟一个人的这个道德成就 联系在一起 尤其是政治或者叫诚信 然后有一句名言 就是没有政治何来尊严 那么他也会说 我们需要去颂扬尊严与美德的伟大 那么在这个地方 尊严和一般意义上的美德是被等同起来的 除了这两种用法 对于我们今天的这个思考来说 大家会更关心的是他所谈论的 人作为一个自然物 他所拥有的尊严 那么在他的《论义物》这部著作当中 他非常明确地提到 在一切有关义物的探究中 总有必要牢记人之本性 远胜牲畜和其他动物 他们所想的不过是快感 那指的是动物 动物所想的不过是快感 这也是他们在种种冲动 虚实下所追求的东西 那么与此相反 人的心智 那么他由学习和思考滋养 他不是由快感和食物所养达的 那么由此可知 身体的快感完全配不上人类的尊严 应当鄙视之 唾弃之 那么所以在西塞罗的描述当中 我们会看到这个尊严的使用 有一点上是和前面的两种样法是相似的 他都是一个用比较的方式把它提出来 那么只不过 刚才是和不同的社会地位的人比 这个地方 或者和不同道德成就的比 而这个地方 他是把它放在一个本体论的自然秩序当中 去跟动物或者跟比他更高的这种存在来比 好 那么这个我们后面还会提到 但我想提醒大家注意的是 在讲到尊严的时候 他首先关心的是人的心智 也就是人凭借他的这个理性能力不同于动物的这个差别 获得的这种价值 好 那么前面我们会讲了很多康德 那么我们会看到这个联合国的那个世界人权宣言背后 有康德的这个影响 但是同时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传统 也就是来自这个基督教或者天主教的这样一个传统 比如说像亚克玛丽坦这样的这个哲学家在后面的推动 那么联邦德国的这个基本法 在他后面也有一批这个天主教传统的这个思想家在推动着他 所以我们要去了解尊严这个概念的由来 也需要回到这个天主教的这样一个思想传统当中去 那么很多人都会提到 在基督教的这个传统当中 那么他有一个核心的概念 就是在创世纪当中 这个上帝是照着他们的形象来创造了世人 所以人呢在造物当中具有一个特殊的地位 他是作为上帝的肖像 所以他会认为这个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神学主张赋予了人数的这个价值 这成为他的这个尊严的根源 但是这个说法其实是会有一些麻烦的 因为你如果回到基督教自己的神学传统当中 他的创造并不是以人为核心的 并不像我们传统所想的那样 而且在如果你要说这个与神与上帝的这种相似是尊严的来源的话 那么他使平常谈的是天使的尊严 那么其次就是我们就知道 基督教有堕落的和罪的这个概念 那么在堕落之后 人是失去了他原来所获得的这样一种价值 所以在我看来就像有一部分这个 诗养史家像什么Bomikant 他们指出的就是说 对于基督教传统来说 人的尊严更多的是来自一个罪人 通过效仿基督而重新获得的这种尊严 那么他通过变得与基督相似 变成一个新的人 他就更新以后才获得尊严 但这里面就会 这两种尊严概念之间就会有一个冲突 因为之前的那个是所有人类个体都分有了 而即使在基督教的传统里面 能够效仿基督的也不是所有的人 好 那么我们会看到这种张力 同样出现在比如说像奥斯汀 这样的是一个饲养家当中 在他的论自由决断里面 那么他会提到那些人因为自然本性而具有的尊严 就是说他说甚至那些任性妄为 借酒杀风的人 他们也比让他们陷于这种状态的 癫狂的美酒要好 他说这不是因为他们的恶习的缘故 而是由于他们本性的尊严 我这地方没标红出来 就是来自自然本性的尊严 那么这是所有的人都分有了 对吧 包括恶人在内 但是另一方面 他又会谈到那种作为道德成就的尊严 或者叫个体善好的尊严 他说在理性的本性当中 意愿和爱的重要性如此突出 以至于按照自然本性的秩序 天使是要高于人的 但根据正义的律法 善良的人要放在邪恶的天使之前 也就是说在这个律法当中 善良的人比天使要有更多的尊严 尽管他们在本性的尊严上是赐于天使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 这两种尊严概念在他思想中不同的地位 那么当然提到中世纪就绕不过阿奎纳 那么一方面我们会看到 他在延续阿奥斯丁这两种思考 并且他有了非常明确的 对于尊严作为内在价值的界定 在他早年的这个 尊严级评注当中 他非常明确的说 尊严一直某物因其自身的善 他和我们所说的那样一种 这个工具性的善 明确的区别开来 那么但是另一方面 和阿奥斯丁一样 他也会认为这种尊严是依赖于一个人的品德和成就的 那么阿奥斯丁提到了 人获得的比天使更高的那种尊严 而他会谈到人会失去他本来有的这个尊严 所以在他有一些臭名昭著的为死刑辩护的这样一个文本当中 那么他非常明确的提到那些杀人犯会因为他们的罪而脱离理性的秩序 也因此失去了人的尊严 这是由于人的本性自由 并且为自身而存在 然后呢 他就堕入了动物一般的奴役状态之中 所以他又会觉得在那种情况下 一个杀人犯实际上把自己降格到了一个动物的层面 如果我们不需要为这个杀死一个动物而受到谴责的话 那么我们猝死这个杀人犯在他看来是理所云当的 就是说他对于死刑的这个态度不是我们在这个地方要去关心的 我想说的只是说在这里面他展示出尊严的这个东西是会消失的 当然我觉得在阿奎纳的这个思想当中 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对于尊严的理解 那么是现在的研究没有发现的 那么我把它叫做作为位格属性的个体尊严 那么这个概念是能够把上面两个串起来 但这个特别复杂 所以我自己有专门的文章讨论它 但是我不在这个地方讲 我只说我的结论 他认为这种尊严是在于个人的不可能再被分有 它不像人性 人性可以被不同的个人分有 但人作为位格的尊严不再能被其他东西分有 不可重复也不可共享的存在 它至少拥有必须给予敬意的本体论价值 那么我认为阿奎纳是在这个作业史上比较早的 那么在不外修的技术上提出这样一个尊严的概念 那么这是基督教的传统 那么我们会看到它的这种张力和一种很独特的 我们把它叫做位格尊严的这个概念 那么提到尊严就绕不过这个人文主义者 那么甚至很多这个摄像史家会认为要到了文艺复兴的时候 人们才重新发现人的尊严 而他们经常会引用的这个依据就是皮科的论人的尊严 但如果你去读皮科的这本书 你会发现这个书里面尊严只出现过两次 一次它是把尊严和荣耀放在一起 它强调这是一种奖赏 但这个奖赏不是给人的 是给天使的 所以这跟人的尊严没有什么关系 第二个呢 第二次的用法也跟尊严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知道皮科对吧 他的这个人的尊严这个著作 只不过是他一个非常宏大的 从来没有实现的这样一种 研究神秘学书的一个序曲 他宣称在你做好了这种哲学的准备以后 你就可以进入比如说像犹太的卡巴拉 所研究的那样一个神秘的世界 他说那个世界的学问 那种自由的学问才是有尊严 所以如果人文主义者有一种尊严学说的话 他也不来自皮科 而且论人的尊严这个标题 本来就不是这个书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很多过去的著作 他其实自己没有标题 他来自这个福克这个德国的一个哲学史家 写了最早的哲学通史 著作的这样一个人物 那么在后来的这个德国的这种哲学史的书写当中 被人们广泛的接受下来 当然这是Copenhauer的一个发现 那么他是在编辑马内地的这样一个书的时候 他提出了这样一个主张 他认为如果你要在这个时期找尊严的话 你应该去另外一个佛罗伦萨的人物学者 马内地那个地方 那么我发现在马内地的这个讨论当中 有两点值得关注 因为他恰好是我今天后面会提到的重要的话题 他会说身体是人类灵魂令人惊异的优雅居所 它证明了人类的优越性 因为人的躯体要比其他任何动物的躯体 更有尊严 当然第一个你有这个比较及 如果你直接翻你就是翻更有价值 我在这个地方把它翻一层尊严 是为了跟我们的这个讨论的关系更加的鲜明 然后他也会反对当时的这个官方教会的态度 那么当时实际上会有一种境遇的这种主张 他会说身体的快乐是卓越的 其中性就其中最出色的部分 而且我们人的裸体因为他的优雅就尊严的这个词根 因为他的优雅和俊美而成为了人 所以他认为裸体的人是最有尊严的 那么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像马列蒂 他会去为比如说像乔多啊 这样一些艺术家表辱 所以我觉得这个文艺复兴时期的这些思想家们 当然他未必有很深刻很系统的这个哲学思考 但他们确实是通过与文学哲学和其他的人文领域的互动 那么让我们去关注到了一个过去并没有被太多谈论的身体的尊严 但是这条线索看起来后来就断掉了 那么再往后那么就进入了近代的这个早期 而在一些这个哲学史家看来 那么正是这个时期 人们重新找到了尊严和权利的明确的关联 那么这个地方我当然是借用了那个Dobo 美国非常有名的一个伦理学家 他的这个主张 那么他会去对比两种对于这个 这个人的这个价值的不同的想法 一个是大家所熟悉的霍布斯 那么在这里面他说人的价值或身价就像其他所有东西的价值一样 就是他的价格 就是听起来是一个可以买卖的这样一种东西 所以你用了他的力 使用他的力量是他用了多少力 那么你就付他多少钱 所以这是一种劳动力的这个概念 但是他会认为 那么在同时期的像普芬多夫 比如说在他的这个著名的《论自然法》和《万缘法》这样一个著作当中 他会去强调 人的这种内在的价值是超越于这个其他的国之上的 在他看来 在人的命名当中就包含着某种尊严 我不是一条狗 而是和你自己一样的一个人 当然这里面有一个第二人称 这也是这个独吼自己很重要的一个贡献了 那么而是和你自己一样的一个人 这是由于我们所有人中的人之本性是一样的 是由于没有人愿意或者能够愉快的与任何人加入社会 除非那个人 他至少会被前面的这个人视为平等的一个人 视为同一共同自然本性的分有者 那么在这个地方 他会把尊严和我们的一个社会性特征联系在一起 所以他会强调的是 尊严是在我们进入公共生活的时候 为我们奠基的那个东西 为我们公共生活的规则和各自的权利奠基的东西 当然了他作为一个自然法的这个理论者 他会认为他在人的自然本性当中有一个根基 所以在这地方你就会找到了一个非常明确的 而且在一个严格的这个伦理体系当中 得到辩护的这种尊严和权利的概念 那么这个时候我想我们就可以 但中间还有像卢梭啊这些讨论 我们就彼得罗啊这些我们就把它跳过了 那么我们直接的来看 所有人都在谈的康德 那么大家都会回到康德的这个 非常著名的道德行而上学基础 这样一部论著当中 那么尤其是我在这个地方所引用的这一段话 他们都认为这里非常明确的表达了一个被称之为这个 Mentioned Viewer的人类尊严的这样一个概念 那么和之前我们所说的那个霍布斯 既然相反啊 那么他把这个尊严和价格 严格的对立起来 他说与普遍的人类爱好和需要相关的事物 具有一种市场价格就能满足我们这种 最基本需要的这种事物 食物啊 而甚至不以需要为前提 也适用于某种鉴赏力 既适用于我们内心诸能力在纯然无目的的游戏中的 余悦的事物 则具有一种环赏的价格 那么他是指的是能够给我们带来审美余悦的那些东西 但是他说这些东西都并不是我在这儿所要谈的尊严 那个作为一切价值基础的那个尊严 那么他说但凡是某物能成为目的本身 或自在目的本身的唯一条件的事物 他就不仅仅具有一种相对的价值及价格 这种东西你就是不能够用价格来衡量的了 而是具有内在的价值 他把它就称之为尊严 那么接下来他对这个尊严进行了一个更明确的界定 那么这个界定表面上看起来是在回到前面我们所说的道德的尊严 但是会有一个差别 他说现在道德就是一个理性的存在者 能成为自在目的本身的唯一的条件 因为只有通过道德理性存在者才可能成为目的王国中的一个立法成员 我们知道康德的这种核心的这个学说 那么他会认为这个人是这个能够为自身进行立法的这样一种存在者 而他作为这种立法者自己的这个立法者 他就能够进入这个目的王国 也能够进入自由的这个王国 那么或许他的这个尊严也就体现在这个地方 所以他说所以道德和具有道德能力的人性就是那种独自具有尊严的东西 那我说他跟传统的那种对于尊严的道德理解有一些差点的是 他强调的只是我们能我们的这样一种能力 并不见得是我们需要通过现实的道德成就来获得的这个尊严 所以很多人会认为康德的这个主张覆盖到了人类的所有的这个成员 那么在流行的这种解释当中 就会认为人的尊严或者内在的价值就在于刚才我说的 这样能够为自身立法 而在有些人看来这种立法的所获得的自由 被看作是一种道德的主体性或者是能动性 那么这就类似于之前我们一开始提到的那个麦克林 和Steven Pinker对尊严概念的批评 他说你这种尊严概念换成自主性就好了 那我想在这个地方稍微跳出这个历史一点 我们需要去思考的是说 道德主体性真的能为人的基本权利奠基吗 因为我们要注意到就是说 当我们今天在谈论到尊严和因为尊严而需要得到保护的人的时候 我们不仅仅在谈论那些成年的拥有完全的理性能力的人 过去谈论男子对吧 我们现在要谈论女子 我们要谈论儿童 我们也会去谈论那些这个理性能力受到严重障碍的人 他们应当有尊严 我们会谈论一个这个刚刚姑姑最低 没有任何理性能力的婴儿 他应当获得的尊严 甚至哪怕这是一个没有老古老的这个婴儿 那么在很多人看来 我们直觉上也应当对他尊严以待 所以还有那些这个有着严重的这个精神障碍 那么不可力的丧失了所有的这个理性自觉能力的那些人 他们就没有尊严吗 但或许可以说你要重新界定尊严 但显然那你以道德主体性或者是道德主体性的这种权能 为想法的这个尊严概念 就不能够解释我们为什么要去捍卫和保护 这样一些受侮辱受损害的人 这些弱小的人群 他们所应当享有的这个平等权利 但是对于康德的这个尊严的这个解释呢 还有另外一种说法 当然未必见的是很主流的这个主张 那么麦克尔罗森在他有关尊严历史的这样一个小册子当中 那么他其实最核心的内容还是在讨论康德的这个尊严的这个概念 那么他选择了一个话题就是康德关于自杀的讨论 因为在他看来康德对于自杀的这个反对 那么当然是一个基于哲学理由的反对 和他对于人的那样一种 这个 对于自身的义务的强调 那么这里面会体现着一种全然不同的对于尊严的理解 首先他说康德的这个被翻译成英文 奥托勒米的这个概念 应当被理解为自律 而不是我们随意的支配选择的这种绝对的权利 所以他拒绝那种对于康德的我们有时候叫做这种 唯一意志论的这种解释 那么他强调 主体所遵循的道德法则是自我给予的 因此人们应当将自身 看作某种超越选择能力应用之外的内在价值的存在者 那么这个价值在一切境遇中应该得到荣耀和尊敬 那么他说这是康德所说的人的这个位格性 或者说位格中的人性 那么他奠定了人对于自己的义务 那么什么样的义务呢 就是说不去自杀的这样一个义务 他说针对自我的义务 在康德看来 在康德的这个一段引文 那么他说他不依赖于任何好处 只与人之为人的价值相关 他们依据的是如下的事实 就我们的位格而言 就我们作为一个有价值的自由的道德主体而言 我们并没有不受羁绊的自由 我们位格中的人性必须得到至高的敬意 就是说我们的人性是被举于我们的 因为没有他人就会成为被轻视的对象 他说这是一个绝对的过错 因为如果他放弃了对自己的生命当中的 这个价值的尊重 选择了自杀的话 那么他不仅在其他人眼里 而且在他自己眼里都变得毫无价值 所以他认为这个针对自我的义务 是一切道德的最高条件和本源 因为人的价值构成了道德价值 所以这一段这个文字 他在罗森看来 他不仅反映的是康德对于自杀这样一个具体问题的态度 而且是对于他的道德哲学的一个最高法则的重新的解释 那么也就是说他会认为我们人的尊严并不是像前面刚才我们所说的 好像有一个道德主体漂浮在他的生活之上 能够自由地根据自己的这个意愿来决定这个生活的发展方向 而是他这是一种超验的价值 但这种超验的价值 他需要我们在具体的生活当中来去捍卫他和保护他 所以他说在康德这个地方 他这种尊严要有一种巨身的存在 就是他需要在我们的这个有生命的身体当中实现 我的目的不是 我也没有资格去讨论这个 怎么样去辩护康德这里面有没有一个容冠的尊严观 我关心的只是说 至少在一部分职业史家看来 他这个地方也向我们指出了尊严 他很重要的一个特征 就是他跟我们身体的关联 那我们接触这样一个责任史的考察 我可能是得稍微快一点 那么我们回到尊严概念本身的这种谈论 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这是我们之前所谈到的尊严的这种不同的含义 首先有所谓的社会尊严 对吧 跟你的地位 职位功能相关 那么世道尊严 贵族尊严 求物之尊 然后有道德尊严 对吧 这个我想也不需要重复了 然后康德和那些自然法理论家们 所提到的这个尊严 或许可以叫自然 但这个自然指的是人的自然本性 那么或者叫人类的这种尊严 那么它是人在自然界的地位当中 相关的本体论的价值 那么所有人类个体 因它的物种身份 就只要你在物种上被看作是一个人 那么你就拥有这种内在的这个价值 所以我们提到了 大家通常所理解的康德的人类的尊严 还有一些 刚才一开始我提到的 讨论到人类作为物种的这种尊严 最后提到了位格尊严 这同样是和人有关的尊严 它也可以是无差别的 但它的无差别只意味着 所有人作为一个特殊的个体 这个事实本身是无差别的 包括那些没有能够发展出理性能力的 比如说无脑的婴儿 这些他们作为一个个体 不可替代的个体 这一点是无差别的 听起来很存在主义的一种想法 那么我会提的 就之前我们提到过阿贝纳 然后我们也会在康德 关于自杀的讨论当中 会触及这一点 所以我们的问题是说 什么是奠定人的道德地位 和基本权利的尊严 尤其是所有人类成员 无差别的平等的享有的 应当予以承认的尊严 那么很多人认为是三 对吧 是康德的那个 那么但是我想我刚才 至少也提出了一种质疑 就是他怎么去解释那些 有着自然缺陷的这样的人的尊严 所以我想或许还需要 从别的地方去寻找他 不过在这之前 这个我可能只能很快地讲一下了 那么我想提到一个 常常被遗忘的 这个 一个奥地利的一个哲学家 叫Auriel Kohler 那么他因为是犹太人 所以这个二战之前 就被迫流亡英国 那么一直也没有正式的教职 非常惨 那么他有一些 这个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的著作 还是会有人会提到他 那么他在他的这个书里面 实际上也就对康德主义的 这种人类尊严概念 提出了一种很重要的一个批评 他认为这是某种面孔抹乎的含混 它叫Faceless 含混不清的属性赋予人类个体 那么全然不顾个体 在美德心智伦理态度等方面 从根本差异 所以他在一定意义上 是一个保守主义者 是回到那个希赛罗的那样一种 这个人基于他的美德和道德成就 而获得的尊严 但是我会觉得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洞见 就在他76年的一篇 讨论尊严的这个文章当中 那么他非常明确地指出 尊严概念不仅仅是描述性的 而且包含着本质性的 不可分离的评价性的这个要素 如果我们可以借用 伯拉德·威廉斯后来的 他85年的一个书的一个术语 它是一个后的概念 就大家如果学哲学的 你会知道 一个后的概念 它就不仅仅有这个规范性的含义 它还会有一个这个描述性的这个含义 那么当然我很怀疑 威廉斯是受他的启发 因为大家会看到 这个他的这个文集 实际上就是威廉斯和那个David Wiggins 他们一帮很崇拜他的人 这个在他身后出版的 而且威廉斯还专门给他写了小传 那么所以他会说 一个是尊严会分有伦理和审美领域的价值 因为在我们提到尊严的时候 我们会提到一种你的崇高 就一种值得罪 再一个就是尊严的本体的价值 这个之前我们也提到过 以及尊严在社会关系当中 所具有的这个价值 所以他就否认康德的那种做法 他否认我们可以从尊严中推导权力 因为尊严包含着描述性的特征 而权力纯粹是规定性的 所以我想我们在他的这个背景下 我们可能就要面对一个挑战 就是说如何在尊严这样一种厚的概念 既包含着一种对于人的自然本性的事实性的描述 又包含着一种对于我们需要去捍卫和保护的价值的断定当中 去找到权力的根基 那么去找到这种纯粹规定性的权力 它的合法性的来源 而且很重要的一点 它还得是一种面孔清晰的 因为我们会看到比如说像威廉斯 后来对康德的一个批评 那么就会认为他们所谈论的那个行动主体 是一个没有个性的那样一个主体 那么为了回答这样一个挑战 我想其实可以回到 我们一开始提到的那个法权概念的尊严 它的一些形式的特征 这个地方我就不展开 其实很容易看出来 对吧 就是世界人权宣言当中 它有内在价值 就是生而俱有的 对吧 不是它后天获得的 它具有奠基性或者优先性 对于尊严的保护 如果当你发生权力争议的时候 如果一个涉及尊严 另一个不涉及尊严 那么通常大家就会认为 基于尊严的那个权力的伸张 就要高于 与尊严无关的那个权力的主张 第三个是它是不可剥夺 或者是不可侵犯的 对吧 这其实也会跟它的优先性 嵌套在一起 最后我说它平等 但我说它四个形式特征是 因为这种尊严概念 并没有现实地告诉我们 人所具有的什么属性 什么样的性质 它的什么样的关系 就是尊严 它只是说如果有尊严这个东西 它得满足以下的这样一些条件 然后另外一个 我们一直讨论尊严奠定权力基础 但其实这个地方的权力 也有父权和宪权的一个区别 对吧 一种自由主义的 或者一种保守主义的这种主张 那么我想做 只是想去谈第二个 就是说尊严 怎么能够保证 我们一些最基本的权力不受侵犯 就比如说刚才我所说的那些残障的人士 比如说他们的生命权 对吧 他们不被歧视的这种权力 那么怎么样保证这些权力不受侵犯 但是我不会去谈尊严能不能赋予我们 比如说所有的人都应当享有一种 大家所认为的有尊严生活 那种固执生活的这种方式 对吧 我不谈这个 那么所以我们重新做这种界定 就是要找到尊严概念的实质特征 好 那么 怎么去找他呢 这时候我想回到一个 回到德国的这个传统里面 这被称之为所谓的理德学派的一个代表人物 叫斯佩曼 那么斯佩曼在他的这个讲演当中 关于尊严的这个讲演当中 那么他对人的尊严不可侵犯这个表述 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分析 在我看来 他说当我们说人的尊严不可侵犯的时候 其实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理解 在他看来两种理解都是有可以支撑的 一个是事实性描述是说 尊严这些东西是不可能被损害 或者不可能被别人剥夺的 其实你会发现 比如说康德所说的那样一个 康德所说的那样一个 道德自主性的概念 或者我们经常所谈论的 意志的这种自由 那么很多哲学家都会告诉我们 没有任何人能够强迫你 去改变你的意志的选择 你改变了你的选择 一定是基于你的意志的一个决定 尽管你意志做出的这个选择 或者决定不见得都能实现 就像这个斯多亚派的哲学家 埃皮克大德他说 你可以束缚住我的身体 套上这些料套 包括宙斯在那里 你可以束缚我身体 但你没有办法束缚住我的选择 对吧 他作为我心智本身的选择 是不可被剥夺的 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 如果他不可能被剥夺的这种尊严 我们为什么要保护他 第二个方面他说 人的尊严不可侵犯 也可以是一个规范性的要求 他是说尊严可能会被损害 但是不应当去损害他 这大概可以成为一个立法的依据 所以他说 这个时候我们的尊严被损害 并不是刚才我们所说的 那种选择的能力被损害 而是说我们的被侵犯 是意味着失去了 以有尊严的方式自我实现的机会 如果他会被损害 他就会有彻底被损害 彻底消失的可能 那就意味着我们有一些人 他就会完全丧失他的内在价值 但一个人如果他的生命终结了 就是如此 但如果你只是谈这个的话 那么你这个地方的尊严就只是一个简单的生命权的问题 好 那么我想绕了这么一圈 那么我们回到这个 就是说我们可以找到的一些线索 那么西塞罗里面是贬斥这个身体的 对吧 他强调的是心智 那么在阿奎纳主张里面 或者他的位格会跟身体有关联 但他还是首先强调的是人通过他的这个理性和意愿的选择 来获得的道德的尊严 而马内蒂的生命有一点特别 他提到了一点这个身体的这个概念 但是并不系统 那么康德呢 则在这个自杀的义务当中 提到了我们的这种巨生的存在 但我想这个在我读到的书里面 比较明确的提到这个身体 才是我们这个尊严能够被损害的根基的 是这个德国的这个学者 也是这个理德学派的这个斯瓦德勒 他在他人的尊严当中提 当然提到比如说像 安斯康他有一个讲座 谈到尊严的时候 他也会说我们提到尊严被侵犯 都是首先是因为我们的身体被侵犯 所以大家会去想一想 那个我们比如说我们会提到 那些非常典型的这个侵犯人类尊严的例子 比如说在美国会出现的这种种族的这个歧视 是吧 那么对于这个一些残疾人的这个 侮辱性的这些言论 等等是因为这他有了一个 有身体的这个生命 那么他的那种看起来 属于精神的这种价值才会受到侵犯 所以斯瓦德勒非常明确说 如果我们是一个纯粹精神性的存在 那我们没有任何尊严会受到存在 对吧 精神性存在它是一个完全依赖自身的 假如有这种东西的话 所以他说在我的权力当中 我之所以能够受到伤害 是因为我并不仅仅是身体性的生物 而也是一个有着人的身体的生物 那么这种把人和其他分之开的 就是人的身体 但我没办法继续多讲 他会强调这个身体有两个重要的特征 一个当然它是自然性的 就是我们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 所分有的和动物一样的这个身体 另外一个他会强调这个身体 是一个时间当中的结构 时间当中的这个格斯塔 那么它可以保证我们在 不同时间的这个同一性 当然它写了一个例外 但你会发现这个例外 会很独断 也很奇怪 所以它的这两个主张 都对我们有启发 但是我想我都会在接下来讨论中 会去质疑和修正它 首先是关于自然性的这个讨论 那么我认为作为这个尊严存在者 作为这种价值存在者的身体 它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自然的身体 而且作为一个自然的身体 它也有一些很重要的特征 首先当我们谈论身体的时候 它是我们的整个这个生理组织 是生命的存在者 而不是它的任何的一部分 这个整体不能够被还原为它的组成部分 比如说它的某些功能部分 对吧 你失去手 失去眼耳口鼻 只要你生命还在 那么你的这个身体 它的这个同一性就仍然还存在 同时它也不能还原为更低层次的 这个比如说细胞 对吧 但是我们都知道 我们从出生以后 这个细胞 它就不断的这个在凋零 凋亡和新生 对吧 不断的这个更新代现 我们跟小时候的那个已经没有 就是在数目上并不是以同一个 这些构成我们的这个细胞 所以这里面我们会看到的 它也是一种整体的这种结构 第二个就是说 比如说像福科啊 这些很多这些摄像家会告诉我们的 就是说 把身体理解为纯粹的自然实体的这种 自然主义想象 只是一种迷思 一种神话 那么人类身体 从它诞生的第一刻开始 就是社会建立的产物 当然大家最熟悉的 比如说关于生理性别的这个争议 对吧 那么我们会看到这个性别的这个界定 不管成什么样的立场 不得不承认的是说 大家并没有达成共识 它并不是一个自然给定的这个事实 所以在我看来就是很重要的一点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 在二十世纪当中 对于身体的这种社会话语里面 那么科学 尤其是医学 占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这个重要的地位 那么所以这个时候 疾病在不再被妖魔化的同时 也很可能失去了它的一种价值的这个意涵 好 这个是第二点 第三点我觉得 身体作为一个自然物也好 社会构建的话语也好 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特征 就是它跟我们自我的这个关联 因为从这个人作为一个本体论的这种存在来说 那么我的一切活动 包括心智活动在内 即使它们都不能还原成这个身体活动的话 但我想大家都同意它至少伴随着身体活动 对吧 那么从社会的维度来看 就是说我始终也参与到这样一个对于身体的这个社会化建构当中 最后我想说的就是说 这个身体和自我的这种亲近性 很大程度上就来自于这个尊严 所以就刚才我当然提到的例子 还有一些我们会更熟悉的 比如说文革的时候给你这个 让你这个什么做喷气室啊 或者是或者我们古代的那些针对身体的那些刑法 对吧 在你脸上刺一个字啊 那么这些它伤害的并不仅仅是你的肉体 而是你整个人的这个自我形象 你也可以说它是尊严 所以我想 当然这都是可以进一步展开的这些话题 那不管身体它怎么样来理解 它都会超出了刚才我们所说的那种纯粹的自然物 但是我会觉得在这三个里面 一个自然物的身体 我们会看到是我们的新陈代谢流变当中 不变的那个东西 对吧 但社会现象身体又是不断的在改变 被构建的这个东西 而自我 自我也是在时间当中生成和实现的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的身体 不管你从哪个意义来理解 它都是在变化的 对 所以这个我只想在这地方提出来 然后最后一点时间 我们最后再回到这个 回到当代的一个前沿的科技 那么我们来看 胚胎干细胞研究当中的人的尊严 可能要稍微介绍一点 它的这个技术上的一些背景和概念 干细胞呢 它当然是一种比较特殊的这种细胞 那么它是一种原始的 没有特化的这样一种细胞 它还没有充分的分化 因为它没有充分分化 所以它具有再生为各种组织器官的 这样一种潜在的功能 正因为它有这种潜在的这个功能 所以它在这个医疗当中有着巨大的这个前景 因为你可以从这个干细胞当中 就像我们后面会看到的 你可以培养出人的这个器官 你可以这个研究它的这个免疫的系统 但你还包括这个神经的这个系统 那么你可以通过观察和理解这个干细胞的这个发育 那么去更好地理解我们的这个生命成长本身 所以它有巨大的研究的前景 也有这个巨大的应用的这个前景 那么干细胞呢 那么它的分类有时候分两类 有时候分三类 那么两类呢 就是从它的来源来说 一个叫胚胎干细胞 一个叫成体干细胞 胚胎干细胞呢 就是从哺乳动物的胚胎 尤其是人类的这种胚胎当中 在它原装胚基之前 或者从它原始的性线当中 分离出来的一类细胞 那么尤其是在它的这个狼胚内部 有这样一堆这个内置细胞 这些内置细胞 你看这个地方 它把它叫做这个多能的这个细胞 那么它之所以是多能的 就在于它可以分化为不同的这种系统 而且在这种分化的时候 又不失去它的活性 所以就几乎可以这个无限的增值 你也可以有克隆的形成能力 它有自我更新啊 多项分化 而且可以冷冻可以复苏等等 所以这个胚胎干细胞 是所有干细胞里面 你可以触略的理解为功能最为强大的 那么成体干细胞呢 不是从胚胎 而是从这个成年个体 实际上有时候也不需要成年个体 就小孩也可以 就从他们的一个身体上 这个已经分化的这个细胞当中的 这样一种类型 它还能继续分化 但是呢它就陷于一些一些特殊的类型 什么造血干细胞啊 兼充制干细胞 所以它功能就相对的单一了 诱导多能干细胞呢 实际上大家都是 大家知道是日本的科学家 中山生弥他们的工作 就是我们可以让这个成体干细胞 通过这个引入这个转路因子 这样一些技术手段 使得它恢复类似于胚胎干细胞的能力 那么具有同样的这个再生能力 但是在现在的这个研究当中 这个诱导多能干细胞 并不能完全的取代胚胎干细胞 为什么呢 一个是就是说 它获得也比较有一定的难度 而且它有一些能力 就我们目前的观察来说 跟胚胎干细胞还是不一样的 而且更重要的是 胚胎干细胞因为关于它的研究 有很多限制 后面我们看到 我们对于胚胎干细胞 特别是在14天以后 有什么样的这个能力 其实不清楚的 所以你也不知道 因为你不清楚它 你当然不知道这个诱导多能干细胞 能不能够完全的取代胚胎干细胞 所以科学家们的一个共识 是我们还即使有了它 我们也这样必须要继续研究 这个胚胎干细胞 那么为什么对于这种 胚胎干细胞不就是人体组织的一部分吗 对吧 为什么关于它的这个研究 会引起这么大的这个争议呢 首先是从技术上来说 就采集这个人类胚胎干细胞的时候 就刚才我们这个图 我们会看到这个 它有一个狼胚 它得有一个滋养层在它的外面 你就必须得去去除这个滋养层 来破坏这个人类胚胎 所以这个胚胎干细胞是从一个 这是一个受精卵对吧 然后这个它进行分裂之后 然后慢慢地形成狼胚 那么你把它这个去掉以后 它原来本来可以变成一个人类的胎儿了 但是你做研究去除了以后 它就丧失了这样一个潜在 所以它就不得不破坏人类的这个胚胎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需要考虑的就是说 人类胚胎有没有价值 当然指的是道德上的这种价值 那么它的这个价值体现在什么地方 我们是不是要像尊重一个人 尊重一个出生的婴儿一样 来尊重它的这个应当有的 这些基本的这个权利 那么这个图呢可以展示 这个它和最左边 就是人的自然的这个怀孕的过程 对吧 受精卵到狼胚 然后到这个第十四天的时候 原线形成 那么原线的应该是 后来是会发育成它的这个神经系统的 然后到它最后慢慢的这个 形成这个胚胎 那么体外受精呢 当然它就是这个要在这个 这个培养皿上来培养它 在这个地方生长 然后最后呢 通常体外受精它都会 不会只培养一个受精卵 它会培养好几个 所以这里面也有一些 这个胚胎最后是要 抛弃掉 要扔掉 所以对于胚胎盖一帮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辩护是说 那么我们这个我们就用这些要被扔掉的 要被扔掉的这个胚胎就行吗 它们反正也要死 它们反正也成不了 如果大家可以接受这个体外受精的这个技术的话 不应该有什么质疑 这个是一些很具体的讨论 我大概没有时间去设计它 最后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人类配胎干细胞的这种研究 那么在14天的时候就必须要叫停 那么为什么14天的时候要叫停呢 比如说我这次引用了我们国家发布的这个 关于配胎干细胞研究的一个指导性的原则 它其中有一条就非常明确的说 利用体外受精 就包括这个来的体细胞核移植或者单性负质技术 或遗传修饰获得的狼胚 体外培养期限制受精或核移植开始 不得超过14天 那么这个14天的原则 当然是最早比如说像英国的他们的伦理委员会提出来的 那么他提出的实际上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 他们认为是一个哲学的理由 那么因为14天通常是这个原线开始形成的时间 就是说在原线形成之前 它这个一个受精卵是很有可能成为双胞胎的 但是在14天之后就不再有这个可能了 所以他就会认为在14天之前 这个胚胎是没有明确的个体性的 因为它可以成两个 你如果一个个体性 我们哲学都知道它要满足的一个最小的特征 它得在数目上为一 但是它在这个地方是完全有可能在数目上为二 甚至多胞胎更多了 所以在这之后这个可能就没有了 所以他认为我们就现在技术必须在这之天造成 但是我们会看到这只是对于个体性的 一个否定性的规定 对吧 它就不能够不再有分化为两个个体的这种潜能 但它真的就是一个严格意义的个体吗 就14天之后 那么我想这就会涉及到我们去思考 人类何时开始存在 而是我们这个地方其实不应该说人类 而且应该说的是一个人的个体 何时开始存在 那么会有几种说法 但第一个你会如果是说个体的话 你会发现第一个就很难辩护 对吧 他会认为受孕或者受精的时候 因为我们之前说了 这个不是一个个体 很可能是两个 在那时候 在这个时候你还不知道你怀的是 这个究竟是双胞胎 还是这个一个独生的这个胎儿 那么第二个考虑呢 是在这个着床的时候 就佩戴植物职工内膜 就大概在这个第七天的这个时候出现 那么这个时候 第三个就刚才我说的14天原则 那么第四个是涉及到美国的那个心跳法案 那么在美国的有些州说 当这个医院的检查 能够听到胎儿的心音的时候 他们认为这个胎儿就拥有了 作为个体层面的生命 因为它有一个独立的心跳 跟母亲的不一样 那么他会认为这个时候是个体的 个体生命开始 当然大家会看到有巨大的争议 还有一个第五个是在 我看起来 在我看来至少是 从直觉上是更容易辩护的 他说如果胎儿早产后 仍然可以借助技术在体外存活的时候 目前我们的技术大概是在 24周就到六个月 当然会有困难 死亡率很高 但是能够活跃 在这之前就几乎不太可能 这早产的 那么这个时候 因为比较容易辩护他的个体性 比如说在那个时刻 对吧 他的母亲死了 然后你用抛腹 不是因为怀孕 或者其他原因 对吧 但你或许可以用抛腹的 或者其他方式 把这个胎儿救出来 然后显然 他胎儿的生命 并没有随着母亲的生命的终结而终结 对吧 但是这里面比较麻烦的 其实就是 中间特别是三和四之间的关联 然后这里面会有一些 技术上的讨论 需要去思考 然后我现在要提到的是 三种常见的这种 文理的这个主张 一种就是认为从一开始 这是罗马天主教会的一个最基本的官方的立场 比如说在他所颁布的魏格尊严这样一个通义当中 当然也是跟尊严有关的一个很重要的文献了 那么他就认为从受孕开始到人的自然死亡终止 那么人类就享有完全的尊严 同样的道德地位 所以一个受精卵 那么他就是一个完全的人 那么他也为他们的这种立场提出了一系列的辩护 一个是他们具有人类的基因结构 把他跟其他的自然类别区别开来 对吧 另外一个是他们具有发展为人的潜能 当然第三个还有基督教传统的一个想法 就是他们具有不朽的灵魂 当然这个会看起来是会跟他特定的宗教信仰有关 那么另外两个你是可以看作是一种哲学理由的 但这里面一个是说我们说具有人类的基因结构 就能够成为尊严价值的存在者 那我们现在从我们身上取得这些体细胞 它也可以有 而且刚才我们说了 这个个体性的特征很难满足 具有发展为人的潜能 然后这个时候也是 那么我们会看到的是说 那么你把什么定义为人 那么其实是他背后会有一种 如果你把这个人定义为人所具有的这种高阶的 不同于其他动物的能力的话 在我看来他会有一个 有一个和康德的 就通常理解的康德的那种自然尊严的一个危险 就是你把某种这种高等级的能力 作为最终的尊严的标准 不管你现实的尊严 他还潜在朝向他 你很有可能就会去剥夺那些 从根本上就不可能实现这些能力的个体 他所有的尊严 第二个是一些新教的自由派 犹太教 还有一些大部分生命伦理学家们的想法 所以他会认为 比如说道德地位这个东西 是一个有两种说法 一种叫门槛式的一种叫阶梯式的 门槛式的就是说你要么有要么没有 阶梯式的是说它会有不同的等级 但是这个有一个 这个就是说这种立场本身或许可以辩护 但是它会跟尊严不太相似 因为在我们谈到这个 作为权力基础的尊严的时候 我们谈论的是一个绝对的价值 要么有要么没有 这个当然他就认为他会慢慢的发展为人 但在哪一个阶段知道 还有一些科学家就一开始我说的那种立场 就是说胚胎也没有什么特别 只是细胞的结合 它有发展成为潜能 但这些东西不说明它有什么价值 所以借了一个图 对吧 你会看到两个培养敏中的胚胎 他们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一个说我生命已经开始了 另外一个说赶紧来克隆我做研究吧 最后一页 我就想 我觉得就是说在我们对这些科学技术本身 还有我们对尊严本身有更好的思考之前 贸然的给出一个答案是危险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只是提一些可能思考的这样一种线索 而且最后我还会提到 就是说我认为最好不要给一个易老有益的答案 那么我是回到我们之前所说的 那样一个身体的概念来去看它 那么我强调了它具有自然物 这个社会化与构造对象 和与自我的关联 这三个不同的特征 那么我想这三个不同的特征 会要求我们去回答 三类不同的问题 在我们对这些问题给出答案之前 我们应当仍然持一个开放审慎 继续讨论的这个态度 那么第一个问题实际上是在我之前已经讨论很多的 就是说人类人的身体作为时空中作为整体结构 对不起写错了一个字 结构的这样一个自然身体 那么胚胎是在什么时候 能够被称之为这样一个整体的自然身体 因为从它作为受精卵的时候 那么尤其在没有着床的时候 它太容易作为我们身体的一个外在的一个部分消失掉了 对吧 然后所以一开始它只是母体的一个部分 这个大概是很难否认的 在它分化出它自己的这个比如说心跳 它的感知能力之前 那么它是什么时候开始具有独立生命的个体呢 就我们经常会说 如果你撞上一个孕妇 有时候叫一师两命 什么时候它才变成是两条生命的 没有一个答案 但我想我会比较倾向于14天以后的某个节点 但是很有可能在24周之前 对吧 但我想不会晚于一个24周 第二个是在社会话语当中 被表征和建构社会需时 这就更虚了 它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我们的所生活的这个共同体当中的人 他们如何看待这个被孕育的黑胎 所以我们会看到 美国会为这样的问题 会处于一种撕裂的状态 对吧 那么这个社会的参与者既有这个科学家 也有那些宗教徒 也有不同背景的这个人 那么比如说还有些认为生命神圣 尽管他没有特定的宗教信仰 那他会觉得 没有生命就没有人类活动 没有人类活动就没有意义和价值 所以至少人的生命具有一种特殊的神圣地位 那么这些人他们会去 会认为这个被胎所具有的这种象征性的这个特征 也需要得到保护 我其实一直想讲到没有讨论的 比如说我们还经常会谈到的是尸体的尊严 尸体连生命都没有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都各个不同的文化 不管你是火葬你是土葬 但大家都觉得你要 以一种恰当的方式来对待 最后一个就是说 这个跟位格相关 那么我问的是 胚胎活是成为一个不可替代的课题 也就是说它不再仅仅是一个自然的个体 而它具有了一种内在价值的个体 但这种内在价值 它可能也需要社会的建构 也需要某种 我们刚才说的一种厚的身体的概念 不仅仅有描述它作为自然物的特征 也有它作为一种不可替代的这种个体的这个价值 最后我想说的是说 前面我说了这个身体 在这三个特征当中都是流动的 既然我们要把这个尊严的实体性特征 放在身体上来找 那么我们就应该跟这个流动的身体一样 去寻找一个流动的尊严的概念 比如说有一天我们的这个科学 能够让20周的胚胎 也能够独立存活下来 甚至我们有一天 假如能够在培养品 或者其他的仪器当中 能够使这个体外的这个胚胎 也能够发育成一个个体 但可能非常遥远 甚至可能技术上有不可突破的评价 这个我不能断言 这不是指揮家的任务 指揮家任务是说 当你的技术发生了这样一些变化之后 我们其实是有理由去思考 我们的关于尊严的标准 是不是要发生变化 就尊严标准确定下来以后 它是绝对的 但尊严标准本身可以是流动的 好 那我们就先采出这个地方 好 刚才 那个刚才啊 由老师啊 曾那个 这几个方面啊 就讨论了一下正念的问题 首先 你觉得生命农理学 中间 他有人的正念 那人的正念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就是没有正念这个词 基本上也可以说 生命农理学 就很难以存在的 这么一个核心概念 他问题就这么个核心概念啊 它是什么样的含义 这要真的要问起来的话 会拦倒很多人 甚至于拦倒很多生命能力学专家 那个天元老师呢 刚才啊 成立史上 包括中国西纳 是中国古代啊 就是清理的一下 也就是尊严这个词 在特定的与中国的含义 在中间包括中国世界 包括近代 一直到抗战录以后啊 就是系统 他做了什么一个设计 讨论了这个尊严的 这个概念啊 在不同的人中间 那不同的人所赋予他的含义 那么 在此之后呢 大家都听了啊 就是吴老师 又对他进行了一个理论反思 提出了自己 对尊严这个概念的理解 最后又结合 生命能力学中间 也讨论非常多的 就是 那个人的那个配胎啊 是这个配胎干细胞啊 就是所应享有的 一些和尊严相关的 这种权利嘛 就是讨论这个事儿 应该讲得非常精彩 让我这一个啊 对尊严过去 也没有 那个细细思考过的人啊 就是 就是长了很多见识 就是啊 也加深了对尊严这个概念的理解 那么我想啊 和我这样 有这样同样感觉的 就是听众朋友还有不少 我们接下来啊 就是开放 讨论 有那个我们的时间 可以多 我们还有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 就是我们想啊 就是听听大家啊 有些什么反应 就是大家啊 有什么问题啊 可以向那个 那个天元老师求教 那么我们现在 我现在就 那个 我来看看啊 就是静静出来的 好 那有一个 就是叫 陈根兴的听众 他说的 请问吴老师 在没有自由意志的情况下 人可能拥有真言吗 例如自杀问题 或者犯罪问题 在市政犯罪学的角度 人口 这个都太多了 主要是我们想的 也就是很简单的问题 也就是在人 在没有自由意志 他就他的核心问题 就是 来看看 再重述一遍 就是在没有自由意志的情况下 人 可能拥有真言吗 是否拥有真言 OK 有请 对 我想这个回答会 是肯定的 那么因为 就像刚才会提到的那些例子 那么我们会 就不讲胚胎这种非常争议的话题 那么我们会认为 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 那么他也有一些权利是不可侵犯的 而如果我们认为这些权利是来自这个婴儿作为人类个体所应当想要 那么这也就意味着他有相应的这个尊严作为他的基础 还有刚才我提到的一些 比如说这个 那么有一些有严重的精神奇幻的人 那么他们是不可能拥有这样一个意志来做出选择 来决定他自己的这个生活方式的 但是我们仍然认为他应当像这个其他的人类个体一样 那么他有一些最基本的权利也需要得到保障 好像你还提到了比如说这个罪犯的事情 那么当然我们会认为这个罪犯应当要 为他的这个行动付出代价应当受到惩罚 那么甚至在很多国家还有这个死刑的存在 那么死刑这个就会结束他的生命权利 当然他生命不在了 这个尊严基本上也就消失了 我只能说基本 但是在这个地方 我记得是有一位 学家我现在一下想不起来了 他曾经说过 那么正因为罪犯有尊严 他才应当被惩罚 如果他是一个动物 对吧 他犯下同样的这个事情 你不认为你要通过这种 惩罚的方式来处理他 那么恰恰是因为他是 就像你刚才问题提到的 他是一个拥有自由意志的人 他能够决定自己的这个活动 那么他具有这种高级的能力 他当然也就满足作为人的那个 更基本的那个最小的那个尊严的这个要求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 我们认为他们也是有尊严的 尽管尽管他的这个 我们会说这个尊严我们要区分很多含义 有一些特定含义的尊严 因为他的这个罪过会受到损害 但是他并不会损害他作为一个人类共同体的成员 要被其他的成员当作平等的成员来对待的 这样一个基本的权利 就之前我们提到的多数的这个想法 好 谢谢一位老师 我现场有一个同学 也有有问题哈 有请 这能听一点吗 这能听一点吗 就外面还有 对 完全可能还需要 非常感谢吴老师的讲座 你们的内容非常的丰富 就是可以说 我的理解主要的一个主旨的话 还是在为尊严这个概念 为他在伦理学里面 或者为实践哲学里面 他的地位在做变舞 我听了以前 就是说我对这个概念的关注不是很多 说实话 但是我听了之后也就是学到很多东西 但是从我的这样一个角度来讲 我还是想挑战一下 就是说是因为我自己最近也 刚刚完成了一篇相关的文章 就是说是关于堕胎的 然后就是老师刚刚里面是有一个人物 我具体忘记哪一个人物了 他说到这样一个尊严 是一个后概念 我们刚刚说的 它既有事实性的内容 又有规范性的指导 而我那个文章里面 确实也是沿着这个思路走 但有一点点不同 我是直接把人这个概念 我就直接就规定 我也是一个后概念 我从人这个后概念 我就没有引入 人的军业这么一个概念了 然后比如说 我们通常会说到人权这个概念 我们会说到很多权利 我们会说到每一个人 只要说他是人 他就有 他就应该受到平等的对待 他就享有人权 或者说在讨论堕胎问题的时候 我们会说只要他是人 他就具有生命权 在这些时候 我们不需要这样一个尊严的概念 来进行过渡 我们通常在进行道德的演说的时候 这个概念 我们似乎好像并不是一个必要的概念 甚至于我们最常中 中国常统上叫人情之变 你这是人干的事吗 你这是个人吗 似乎是我们并不需要 这样一个尊严的概念 有人这个概念就够了 这个是 然后另外一个相关的问题 当然这个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想做一点区分 就是说是 我的理解 就是说尊严这个概念确实重要 但是它是否可以作为权力的一个基础 这里我想区分一下 就是说权力跟价值是不一样的 我们通常说权力 它是一个就是保护性的 就是说我们说我有权力去做模式 更多的是说我有做模式的自由 就是说别人不应该干涉我 比如说我现在是一个很有钱的人 我可以自由地支配我的财富 但即便我维护不仁 但这也是我的权力 里面不涉及到其实是 我是否应该去做模式 并不是在一个具体的规范理由 也不涉及到价值 就是说我觉得说 我其实是能感觉到就是说 尊严的概念很重要 但是我比较怀疑它能否作为权力的一个基础 因为从我的经济上 虽然说大家对尊严的理解是不一样 但我总的感受 包括它说到它这个后概念 它是有这样一个有道德成就 是一个有具体的道德要求 或者说用现代的话说 它其实更多的体现 是一个叫做自善主义的传统 而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自由主义的传统 这两个传统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但是我能作为权力的基础 我稍微有点坏 但是我要说这一点就是说 权力不是我们现代社会规范的全部 其实只是最底线的一部分 人不能说 只是说 这是最底线 包括我们说到人权 这是非常最基本的一点 这个是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可以有价值的概念 有很多概念 就是说尊严可以作为价值的一个基础 是否我们可以再做一点具体的区分 以上就是我的一个问题 非常感谢这个多华博生 非常专业的这个问题 也很受启发 那么第一个问题是 是涉及到我们 就是中研这个概念的 合法性 或者是 不要那么强 至少必要性吧 对 那么你是认为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像人这样的一个后概念 那么我们就不需要 再引入其他的一个 这个表达人的内在价值的 这样一个尊严的概念 那么我们就可以去解释 和尊严相关的这些现象 我觉得我当然可以 一个方面 我确实同意 就是说 在我们的这个日常语言当中 特别是在中文当中 对吧 当我们谈到这个 能之为人的时候 那么 它这里面不仅仅 有一个 对于人作为一个自然类别 和其他的动物区别的 这样一个描述 而且也包含着 对于 人本身应当实现的 一种善的这种断定 但是 所以我的这个回应 也在这个地方 因为在一些 更 更 这个 更 理论化的这种讨论当中 那么特别是 有科学家参与进来的 这种讨论当中 我们会看到 当你使用人 这个概念的时候 实际上你更多的时候 是在谈论人类 作为一个 species的这种特征 作为一个物种的 它是这样一种特征 所以这时候 做一个自然类别的概念的话 你就很难说 它是一个 厚的概念 然后 这个时候 你比如说 人类相对于 其他动物 如果我们 做一个纯粹式 你描述 然后 说它有 能够使用工具 能够使用复杂的 原记号 或者其他的 各样关于 人的定义的话 那么这里面并没有 如果说我们 在一个科学家 本愿意接受 这种定义当中 他会觉得 这里面并没有 包含着任何 对于这些特征 本身是一种 应当捍卫的 价值的一个断定 所以这是 我的一个回应 但是其实 我自己也是在尝试 把尊严概念 去关系到其他的 所以我找的是身体 因为身体这个概念 就是说 当然他的麻烦 和尊严一样 就是他有一个 寒火系的这个事情 但是另外一方面 就是当我们 谈论身体的时候 有时候你甚至 能够把它和动物的 躯体和尸体和肉体 和一系列相关的 你是可以通过一些 概念工作 把它们区别带来的 然后在这个时候 你可以在这种区别之后 这样可以保证 就是我刚才尝试做的那样 就是身体和 它本身和这个 人的社会实践 和这个 也保留自然的那一部分 也还有 我们的 自我个体的价值相关的那一方面 所以我个人会觉得 或许身体会更好一点 但是这时候 我的一个想法 也没有给出很强的 这种辩护 那第二个方面 就是涉及到 尊严能不能够给 权力奠基 所以我想其实在这里面 还是需要去 当然也不是我做区分 就是有很多讨论这个 讨论这个世界人权宣言 他们也会去谈论 就是说在这个地方 我们所讲的这个权力 究竟是 是不被干预的那种权力 还是说使得你的 本身一些行动 就具有了合法性 但有些人会觉得 这个即使是 不管是哪种情况 对吧 那么不被干预是 因为他至少这个行动 不会产生恶 不说他本身是不是善 那么如果这个行动 比如说 他这个像我们之前说的 这个三重仇恨 或者是侵害到了 其他人的权力 或者不是其他人的权力 他侵害了一个社会 作为整体的这样一种权力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有可能认为 他是一个恶要受到这样一种限制 就必须要对他进行干预 所以在这种 就是说我们不干预他的这个理由里面 其实我认为还是你 也是需要给出一个这个价值 对吧 那当然可能是一个负面的 对吧 他对于这个 其他的正当的 不应当受到侵犯的这个 权力的这个侵害 那么另外一面也是 就是作为负权 被赋予的那个权力 去做行动的这个 所以我想 这里面当然确实是 不见得是所有的这个 自由主义者都能够接受 要用尊严来为他 来作为这个权力根基的 这样的想法 但是我想他们也可能需要 去承担一些 别的这个论证上的负担 就是说你需要去解释 我们的这些行动 除了他是一个 一个恰当的权力的实现之外 他有没有 这个 有更正面的这个价值本质 对吧 那么尊严至少是 给他 给他这样的回答吧 所以我想 我的立场如果弱一点 就是说 他至少是一个 可以去辩护的 这样一个 一个主张 当然就 当然我也看到 有很多讨论 特别是关于 德国的这个 他的这个宪法的讨论 因为他们过于强调尊严 他们在实践当中 会遇到很多的一些案例 为了保护尊严去 你可能要做一些 我们直观上认为 这个道德上错误的事情 那就比如说 他们 这个 他们当年有一个 很出名的一个 一个绑架案 然后他的其中一个图谋 被抓住了 然后这个 这个图谋很顽固 对 就是说你能不能够 刑讯逼供 但是他们也知道 而且确实也 确实也刑讯 他其实没有动刑 他只是威胁他了 然后后来这个 后来这个 他的法院就裁定 这个警官的这个行 是侵犯他的这个经验 那么这至少是一个 可以争议的一个话题 所以我 我同意 就是说 那么但是呢 他也还是会是 有一部分人会去辩护的 多个平台呀 都提出了 那个类似的问题 那个比喻说 就是 就是自然人的尊严 和那个配胎尊严 如果我们可以把自然人的 这种那个尊严 把尊严成自然人生 拖展到配胎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进一步 又把配胎的罪案 进入拖展到生物 就是这个问题 就是说 您能不能够给 他们谈一谈 非常感谢 这个问题其实 我是考虑到的 但是并没有在这个讲座中 做出特别正面的回答 因为 在很大程中上 我是觉得 这个地方是会有一些困难的 一个困难是说 就是 我认为是需要划分 胚胎在不同时期的 他的 他的这个 他所处的状态 以及他应该享有的道德地位的 我会觉得很难去辩护 这个14天以前的 这个胚胎 他就已经是个体的人 他又应该享有 这个身体的这个尊严 那么 但是在24周开始的那个 白云24周以后的 那个胚胎 那个已经 就理论上可以脱离母体 而存活下来的 那个胚胎 我觉得 你很难去否认 他具有一个和出生的婴儿 一样的 这样的一种尊严 至于在这两个时间 界限中间的 那个时期的那个胚胎 那么 我其实是 不清楚 那么我想这种不清楚 也是因为我们今天 没有办法做这样的一些研究 你就不知道 因为14天以后 对于 大家来说 都是一个巨大的黑箱 你也不知道 14天以后的这个 他究竟会发现 哪些变化 他的早期的这些 比如说神经系统 他是怎么样形成的 我们其实不清楚 所以 这个时候 在什么时候 他就能够成为一个 个别的身体 我想 我没有办法 给出这个答案 然后你实际上 问题 问到的 还有另外一部分 这部分是涉及到 我们对于人 先不说胚胎吧 胚胎有争议 但至少 对于人的这个尊严 那么 对于承认这个概念的人 他是有些共识的 他需要得到尊重 那么这个概念 能不能够拓展到 其他的动物身上去 那么首先一个 一个回答是说 有人是要把它 拓展到其他动物的 而且不仅是动物 还有植物 瑞士他们92年的时候 就通过一次 应该是公爵吧 在他们的这个法律里面 写入了受造物的尊严 这个Dignity of Creature 受造的生命的尊严 所以理论上是包括植物在内的 但是我觉得或许你可以做这种拓展 但这个拓展以后 你真的是需要去对这个尊严 作为一个内在价值 做出一个重新的这个说明 那么我做的这个辩护是 他是强调 他是依赖于一个人的个别的这个身体 那么至于这个个别的这个身体 那么他是因为什么样的这个特征 而获得的这种被承认的这个内在价值 我并没有给出一个不断的答案 因为他很可能是我们社会化语构造出来的 也很可能是有其他的这个本体论作为支撑的 如果是社会化语构造出来的话 那么我们或许有一天 就像我们今天也会去谈论这个 一个动物的尊严 对吧 有些比如说要给动物安乐 像我自己有宠物 所以我其实因为他现在年纪也开始大了 一直会很焦虑这样的这个事情 因为你会觉得他作为一个有感知的这个存在 那么你会认为你应该以一种 这个适合这种有感知的生物的方式来对待他 但是这个时候你就需要扩大刚才我说的尊严的这个概念 那么至少我觉得就目前的这个讨论来说 我们关注的核心还是 首先在人身上就已经有了很多的争议没法解决 所以我们可能要暂缓一点这个进入关于动物权力 甚至持有它的这个尊严的这个好 这个问题确实很复杂 因为他那个胚胎啊 他那个发育成为自然人的过程 也那确实有可能就夭折了 那因此他就是胚胎所拥有的 就是假如说法律的权力啊 他那个自然人所拥有的发育成 那提成这个东西类的一样 我们可以讲啊这个真言啊 也就是说他刚才提的问题嘛 也就是自然人所拥有的这个真言 和胚胎啊所拥有的真言 他应该还是有种区格的 那关键是他区格 如果是因为严格的鉴定的话 显然这是一个难度非常高的作业 那现在把那个这种真言 如果脱长了胚胎 在进而脱长了动物甚至于植物 这样放放之后 就刚才那个博士提出那个问题就来了 是不是我们在生命的力学过程中间啊 就是说是不是可以把它绕开 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可以赢一个的权力啊 或者其他视角有这个动物 那也可以看出来不实提出来当年啊 就都把那个真言的引导出来 很多人说这次航空不清的一个概念是一样的 包括书马本人也对他提出了 一个批判的和这也很有关系 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它分解成其他规定 分解规定到现有的几个成熟的 更加明确的概念之中 因为这些我看到很多朋友啊都谈到这个事 那么现在的很多朋友提出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事 就是你刚才说脱长的配胎吗 就是称名 那吴老师他称名的成熟过来的中间啊 我感受到似乎啊 也就是死人也享有 他有一点真言 那么这样死人 他所拥有的真言的话 那么又何配胎 又何之下人 有些哪些差异呢 就是说有些人关心这个问题 吴老师能不能够给他简单的做一个决答 那个非常感谢 我很感谢刚才周老师的这个评议和补充 那么会会提到就是说 那么啊 胚胎和和战人他的这个法律权利不同 那么同样大家也可以说这个 啊一个尸体和一个战人他的法律权利也不同 但是我想 这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分 但我在这个讲座里面 对我觉得我确实没有强调的就是说 我在谈论权利的时候是 首先考虑的还是我们的这个道德权利 他或许可以成为未来的 或许可以成为法律权利更改的这样一种依据 对吧 或许也不能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道德和法律 他所谈论的这个 这个价值 或基于这种价值而产生的这个权利 他还是会有 这种各样的这个差异吧 那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补充 也可以部分的回答刚才尸体的问题 那么尸体的尊严稍微有一点麻烦一点 就是说它可以有几种的谈法 那么传统的谈法当然就是认为它是一种 这个人类已有的尊严的残余 比如说就很传统的康德式的那个 他会觉得那么这是这个尸体虽然不再有生命 不再具有理性能力 但它曾经是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跟其他自然物不一样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也应该对它有一种 恰当的尊重来对待它 那么这个讲法的麻烦就在于 就刚才我说的就是太依赖于你有的某种高级的这种能力 对吧就很难把这个更庞大的这个包含进来 然后如果我的那个说法可以成立呢 我会觉得它会更容易解释 对吧 它会认为这个身体的尊严 只要我们在定义上这个认为它有一种整体的相似性 当然它不再具有活着的时候 它作为一个整体的功能 对吧 但它作为一个symbol 它作为一个记号 是非常相似于那个 就刚刚去世的这尸体是相似于活人的 这也可以像我们解释 当这个 大家被分解以后 确实有些传统还会说你不能错误杨辉 但是乎那个尊重的方式就会会有一些 有一些差别了 有时候它会认为那个所侵害的这个权利 并不是这个身体本身而是属于这个社会 它一些更基本的这个权利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回答吧 然后这个回答其实可以也可以 关于尸体的讨论其实也挺有趣 就是它也会 也会跟我们和这个胚胎有关联 就比如说 你有一个早产的 不幸夭折的这个胎儿 没有什么过错 然后这个胚胎的这个尸体 这个胚胎的尸体 我们应该怎么对待它 是像对待其他的这个出生了以后 死亡的这个尸体一样呢 还是这个觉得它和我们这个 这个某些这个 和我们某些这个生命组织 没有生命的生命组织一样 就可以生气了 我觉得这个对这个问题回答 它的不同的直觉 我想其实是会影响到 对于没有死的那个胚胎 它的那个尊严的这个断定 然后我想 我还想再长较一点 就是说我 我其实是担心那种 就尊严概念被稀释和扩大 因为稀释扩大以后 好多人的一个办法 就把它像道德地位一样 变成一个台阶式的 是吧 但我觉得这个是和尊严本身的那个 就它作为一个价值概念 它有一个好处 就是它有一种绝对性 这也是很多人爱用尊严的一个理由 你搬出来了尊严 你就找不到一个更大的牌 把它压下去 所以它绝对性要付出的代价是 它有或者无 对吧 你没有办法去寻找它中间的那个状态 但我想 所以这也是尊严概念 你要辩护它最困难的一个地方 谢谢吴老师 那个很多网友 有网友就提出了关于堕胎的问题 这个事儿大家都知道 在美国争论了很久 那个过河党 它基本上还是吃了个保守立场 它主要还是站在 就是那个成那个维护 那个胎啊 这个人权的角度出发 它是反对堕胎的 但是那个就是民主党吧 它还是站在了抹青的权利啊 它有权堕胎 这个角度参在那个 就抹青的角度来讲啊 它是拥护堕胎的 在美国所以这两党之间呢 差那个争执很大 当然在这过程中 要堕胎什么时候可以堕胎 因为它涉及到争严问题 所以网友就问了 陶伯老师啊 他说这个 你说14天到28天的 到28周之间的 这样的哈 就是人是否一阵眼 是吧 如果他有阵眼的话 就问你问题 那么您怎么看 这个堕胎 在这段 这个这一期间的 堕胎问题 就14天到28周之间的 这个堕胎问题 你怎么看 这个 当然是一个很尖锐的 这个问题啊 其实是比较困难 就 可能也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没有太强调的 就是说 和尊严经常联系在一起的 概念就是尊敬 那么一个人因为 有了尊严 如果即使他不能够 为他的权力奠基的话 那么他这个尊严 也应当得到别人的 基于承认的 这样一个尊敬 那么 我想这个 我试图去辩护的 这个人的尊严 也是在说 他需要有这样的一个 至少得有这样一种 承认 对于他的这种地位 和价值的这个承认 那么 至于这样的一种 地位和价值承认 比如说 是不是包含着 对于他的 生命权的尊重 对吧 还有其他的一些 权力的尊重 那么 我觉得当然是 是需要讨论的 那么 在一些没有争议的例子当中 我们会认为是 这个是 他是有这样的 对生命权 就像出生的英国 人家 那么如果他具有 同样 他这个生命权 基于尊严的话 那么这些 他胚胎有的话 那么他也应该 享有 但是这里面 有一个麻烦的事情 其实就是 还是 我觉得 如果我刚才 讨论那个尊严的概念 跟个体性相关的话 就尊严本身 可以是有问题 但是个体性的 这个概念 或许是可以 有一些 这个 程度之分的 因为 因为在胎儿的发育过程中 对吧 至少我们现在会看到 他在很长的一个阶段 是要依赖于他的一个问题 不能离开他而去灾 所以这时候 你就很难界定这个 界限 究竟在哪 就很困难 所以我想 一方面的话 就是说 如果 我们有好的理由 认为 这个 一个 晚期的这胎儿 有他自己的尊严的话 那么他的生命权 应该受到尊重 但这不意味着 所有的 所有的这个 堕胎都是 不允许的 对吧 因为我们也会看到 即使在 这个立场非常极端的 这个天主教会的 这个传统里面 那么他也会考虑到 比如说 当这个 他的这个 这个母亲处于 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 对吧 那么当然是 可以牺牲 胎儿来 来保全母亲的这个生命的 那么 当然会有一些 更麻烦的一个话题 那么就是说 这个 比如说你是因为 被 被强暴 然后才怀上了这个胎儿 而当你发现 发现怀孕的时候 可能已经是一个 比较晚的 比较晚的时候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 有没有 有没有这个 妇女 有没有这个 权力来终结 我觉得这个里面 就是 就是有很多讨论 会把这个 这个选择 就是作为 政治的话语的讨论 不完全是哲学的讨论 会把这个焦点 都全都 压在这个 女性 胎儿身上 但就像我们 关于尊严讨论里面 它一定有一个 社会的 这个 住在后面 没有去考虑 就是社会本身 可以去 承担的责任 比如说 它 就是违背 它的意愿 而产生的 这个生命 那为什么 那它这个母亲 我觉得它可以 有权力拒绝 就非常难 但是 我觉得至少 一个理想的人类社会 它或许应该 给这样一个 生命的机会 但这是 我好像很少看到 有人会去 去想这方面 当然这个 大概不能够解决 我们当下 那些遭遇了苦战的 那些妇女们 他们面对的 这个问题 但我觉得 在未来考虑的时候 但在我们考虑 这些责任 概念的时候 我们也不仅仅 是在考虑 解决当下的 因为技术在变 我们的生活条件 在变 那么我想 我们也可以 有一些 提前 在思想上 有一些提前的认识 谢谢 非常好 一个时间 真的 大家提了很多 非常有 价值的问题 他的时间 可能超了不少 我们最后 再调两个问题 刚才 在学术制平台上面 传了好几个问题 过来 这是我没看到的 其中有一个问题 就是吴老师 我想 你作为相关领域的 研究者 我想问你一个 拓展的问题 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就在这个时代 在当下 在教育界 以及受教育的群体中间 我们是否需要 更会关注 生命真言的 通识教育 好 还就是关于教育问题 就是关于 你真言的研究 如何 就是 转向教育 在教育方面 能够受到更多的 关注这样的问题 就是讨论这样的问题 很有趣的这个问题 确实我也没太多想过 不过我确实 包括自己 当时 这个 外者所邀请来做讲座的时候 我因为 选这个话题 其实也有一个考虑 是还是希望 能够换起一点 公众对他的这个关注 因为我也查了一些 汉语世界的这个著作 那么也看到确实 特别是 有关这个 生命人学的这个讨论 也确实有人在 关注这个 这方面的这个研究 那么 但是 就是我感觉这个话题 还可以想得更深一点 对吧 那么 所以 这是我尝试做的 但另一方面确实是 我觉得 就是说 因为在我们的 这个社会是一个 具动荡的变化的 这个社会 然后我们会发现 这个 人因为他作为 人或者因为他拥有 人的身体而 应该有的这些 基本的权利 其实在这个新的社会当中 也会在不断的变化 比如说 大规模使用这个 人工智能 然后这个 使用这个生命科技的 这些技术 所以 这些问题 不仅仅是 哲学家们的问题 是科学家们的问题 是医生患者的问题 因为特别像这个 比如说 胚带盖类体方研究 它跟那个体外收集不一样 体外收集那些 受益的人群 大部分还是那种 就上次生殖能力的 这样一些人 但还有一些 可能要考虑到 带孕啊 等等 但相对来说 还比较小 但是 这个 胚带盖类体方研究 潜在的 会受益的人群 几乎是所有的人 对吧 因为特别是 涉及到它 那种 这个 几乎可以 无限 无限增值的 这种能力啊 它就给人们 对于这种 对于畅想 这个 延缓衰老 展示各种各样的 这种遗传性疾病 确实带来了 这个非常大的 这个希望 所以 我们的这个尊严 会在新的 这种举行当中 会受到 这个挑战 确实我觉得 就是说 我们经常会在 不知不觉当中 那么 实际上你的 这个尊严 或者因尊严而来的 这些权利 就受到了 这个损害 比如说 现在大规模的 采集这个 人脸的 这个数据 对吧 进任何地方 那么这 它侵犯我们的 隐私 但隐私 我觉得也是跟 个体存在 一个非常 密切关系的 这样一种权利 那么它 很可能 并没有 这个充分的 这个意识 所以我 我同意 就是说 需要有 更多的人 来做这样的工作 然后一方面 我希望 就是说 有汉语世界的 这个 这个 这个学者 也参与到 这些关于 对面的 这个讨论 然后也有些人 做 这些 技术 做吧 谢谢老师 时间关系 我最后一个问题 是什么呢 就是 大家都知道 一个儿童 如果发生车祸 被人撞死 那么 在东西方 一些国家中间的 赔偿 的人 就是不一样的 因为 在有些国家 尤其是东方国家 一个儿童 被车 撞死 要赔偿算 他的 赔偿的额度 要算 把这个孩子 抚养 到这么大的时候 花多少钱 而在西方 尤其在美国 也许要把他 这个儿童 将来他 要成长 一个伟人的话 他到死亡的话 他能够抓 一场 下去 他好像这么个赔方 所以 壮死儿童 和壮死成年人 在不同的 国度 中间 赔偿的价格 是不一样的 那么现在 您看到一个问题 大家这个 我还有 听众就提出来了 就是成年人 有成年人的 那个中业 有他的权利 那么 胚胎呢 也有胚胎的中业 那么我们现在很多 在研究过程 把胚胎呀 把它 就是培育出来 那些特定的 就制造那些特定器官 去拯救成年人 那么 问题就来了 为了拯救一个成年人的生命 您是否同意 牺牲掉一个 牺牲被贷 OK 就是这个 我一开始 其实你们还要问的是 这个 儿童和这个成年人 不同的价格比较 那个比较好回答 就是说 我接受康德的那个说法 那个 尊严作为一种价值 是在所有价格之上 他没有价格 也没有办法去 比较两个 两个不同的个体 大的尊严 就我们谈论的这个尊严 不是说你 你取得了很多道德成就 获得了那种 别人对你的敬意和尊严 而不是那种 就说我们所谈论的这个 最基本的 这样一个最小限度的 这个尊严 那么它是 没有价格的 如果胚胎 特别是现在 特别 如果胚胎 它是 我的前提是 如果胚胎 具有这样的尊严 那么 我不认为 你有理由 这个去 杀死这些胚胎 来拯救那个成年人 哪怕或者 其实可以更极端一点 就是大家熟悉的 这个 电车难题 但其实还有更极端例子 因为 因为现在 胚胎干细胞的研究 还没有到直接可以具体 用哪一个来 来拯救另外一个帝国 他会说的是说 我们现在牺牲掉 这一批胚胎 是为了 以后人类整体 对吧 最大多数人的福祉 他们这个免于受 磨动疾病的困扰 这还不能够加 这个 说明我们的这个 合法性吗 那 我会就 就取决于 就是说 研究这个胚胎对象 就比如说 如果是在还没有 个体孵化之前的 那个胚胎 那 我不辩护他的 这些地位 那当然 那没有问题 但如果是 假如是说 我们认为 已经 就能够离开母体 就可以活过来 对吧 除非是 现在的特例 就是 母亲 那么 除非是母亲 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 但那个时候 我们可以用 其他的一些道德原则 去辩护他 就比如说 类似这个 WEP 双重效应原则 就是说 我们并不是把 他把这个杀死 这个婴儿 作为 拯救母亲的手段 尽管 拯救母亲 不可避免的 要 以此为组织 那 但并不异象 这个手段 这个理论 行不行 并说 但他至少 可以得出一个解决 但刚才的那个描述 就和你在电车 难题里面 你要推一个胖子 去挡住那个火车一样 你不仅是 把他做一个手段 而且你意向 要把他做一个手段 我觉得 如果是那种情况下 是很难 也因此 电车难题是难题 也就是说 我老师非常明确的 他是反对 牺牲了一个生命 去拯救另一条生活 那因为在电车难题里 我们不可能 就牺牲了这边的人 或者拯救那头的人 实际上 生命是无价 每个生命 我们都应该 给予高度的尊重 而不是说 用某一个人的生命 去替代 去另一条生命 所以这就是人类 就是人类的很多困境 究竟怎么办 就像这一些里面 那么今天 其实我老师讲 非常有趣的话题 其实这也是一个 大家还细细地想 其实这个东西 也很有趣 那如果我老师 把五毛钱 人民币 那子币一看 你说这个 就是这块想法 经常用 突然问一下 正面是什么 什么样的 法律是什么样的 在乎的各位 包括我们的天中 未必说得清楚 为什么 这就是一个 熟悉无懂的问题 其实生命问题 包括我们日常生活中间 经常讨论 什么问题 就是正面问题 但是正面 就是何谓正面 你怎么建议 正面的含义 这就是个大的问题 今天 其实吴老师 就是系统地 帮助我们进行一个收敏 是吧 也谈了他个人的观点 并结合 那个 就是那个就是 佩太安 这个问题 就是讨论的 玉体的 那些分析成细 我觉得 这就终于 起发我们思考 这个问题 当然要 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那我们还需要大家 共同 总而言之 正面是一个值得我们 大家都关注的 就那个 有研究价值的 这么一个主题 那关于以后啊 也欢迎大家 那经常向我们吴老师讨论 因为最后 我们还请 话筒还是给我们的主讲 主讲人啊 就是请那个 吴老师啊 面向听众啊 再陈述一分钟 总结一下你的观点 对 行 我想其实一句话就够了 其实刚才周老师也提到了 就是说 我还是认为 关于尊严的这个考证 它一定有一个 社会性的 为度 那么 我们真的有必要 这个 就是老外 你不是一个哲学家 对吧 你不是一个思想者 但是 这样的这个问题 会会发生在你身上 真的可以在这个生活当中 停下来 去想一想 那个 五毛钱的正面 十块钱的正面 停下来去想一想 我们所熟悉的这个概念背后 是不是有一些 并不清楚的东西 是不是有些 我们需要去澄清的东西 然后也有一些 我们需要在未来 一起去建构的东西 行 那今天就到这 我非常感谢这个 周成老师的主持 也感谢现场同学的参与 还有我们今天因为 临时这个 腾讯会议出现了故障 所以临时更换了 这个会议的 这个号码 那么所以非常感谢 这个在线上 倾听的观众们 谢谢大家 周末宜吧